中山大学 中文系珠海 党校学习小组 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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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 本大学的意义深长 启发全校师生员工 要担当起孙中山尚未完成的革命事业 他提醒在场的学生 在大学里就得如那标语所说 读书不忘革命 革命不忘读书 因为大学是叫青年来读书的 这两句话是革命学生 根据孙中山生前的教会概括出来的 写成标语作为共同的努力方向 鲁迅进而还对此做出深刻的解释 他指出念书固然可以念得革命 但也可以念成不革命 念成反革命 这是鲁迅到校后 接触了左右两派学生 对革命持截然相反的态度后 得出的结论 鲁迅所解释的这两句话 后来便成为了中山大学学生的 光荣革命传统 在教学的同时 鲁迅笔根不错 撰写了多篇革命性的杂文 特别是他和成访无 和思静等一百多人 共同签名发表在 4月1日出版的洪水半月刊 第三卷第三十期上的 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 几一般民众宣言一文 对反对军阀勾结帝国主义 共同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罪行 提出了严重抗议 呼吁英国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 从中国人民团结一致 打倒帝国主义 可见鲁迅等人反帝反封建 斗争的坚决态度和坚定立场 1927年 蒋介石违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 辅助农工三大政策 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 盘踞广州的桂系军阀 在蒋介石指导下发动 412反革命政变后 中山大学被捕师生达二三百人 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事变发生后 鲁迅义愤填膺挺身而出 营救被捕的革命师生 鲁迅虽然离开了中山大学 但在短暂的四个月当中 他的一言一行都表现了 革命者的关怀与毅力 感染着追求进步 追求光明的革命师生 启发与激励着中大师生 走向革命 成为共产主义的战士 今天我们的微党课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